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企业的例如目标类涵有哪些企业的生产资源跨过哪五种 还有何谓商业模式 何谓企业职能 企业跟社会的关系又为何 第二个学习目标我们会探讨企业的本质为何 还有世界主要的经济制度为何 商业活动的发展经过哪些阶段 还有企业跟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为何 企业和其关系与创造的价值又何关系 那何谓效率又何谓效能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会去探讨 在企业概论本身是相关学科的基础学科 我们先会针对一些相关的科目做一个基础介绍 比如说我们会先介绍什么是企业的内涵 企业是一种追求最大利润为主要目的组织 而且企业跟非营业组织的最大区别 也在所追求目标的普通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最主要是針对营利组织来探讨 那非营利组织的部分我们就有多做讨论 再来我们会了解其实不管是营利或非营利 它背后的基因理论跟原理是一样的 那另外针对一些低音要 比如说基础是一种利润导向的组织 他们取得并利用资源来生产购买 交易与销售产品的服务 并获取利润 那这些基础相关的观念 也都是我们本学科的上课范围 比如说我们会讨论到它的生产资源 有哪些 那跟营运成本有关的观念 又是什么 还有顾客价值 我们基础之所以存在希望可以创造顾客价值 那顾客价值的概念又是如何 那企业经营的方式有哪些商业模式 这个都是照理这边去讨论放 那最终目的都不会 是希望可以创造财富 那第一个目标 企业当然是希望可以追求 最大股东的最大利润 但是利润可能不是企业存在所追求的唯一目标 那除了利润目标 那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企业社会责任等等 那个也都是我们的同学范围 可是 有时候利润目标还是一个很重要的 企业的经营底线 因为企业或少的利润目标 那其他目标可能就失去意义 所以利润刚提过了 利润时期也存在的底线 那利润是股东报酬的主要来源 也就是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概念 我们会讨论到 生产资源跟运营成本之外 也会讨论到一些相关的 比如说利润关系的概念 那整个基业 我们看到范围 比如说刚刚讲生产资源 运营成本 包括能力资源 或资金 或私底资源 或资讯资源 这个大概都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那希望可以透过创造谷歌价值 但我也希望创造利润 那商业模式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business model 那我们就是说 企业无法运用资源来创造出 有价值的产品 与取得竞争的优势 那指企业创造过后价值的方式 包括作业方式 用经营上的奥妙 OK 那刚刚提到的这几个点 终关与上个点 我们企业概念正面学科 这是很多商管学科的基础 可以透过这个修读企业概论 让同学可以了解 整个企业经营的全面 也为后续的一些专业学科 比如说 能力资源管理 行销管理 财务管理 作业管理等等 建立一个良好的基础 欢迎等课程的介绍 就到这边告辞一段落 那谢谢各位同学的聆听 也欢迎你来修读企业概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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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